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边也part time的去继续念宣教学 他的师母形容他这一年的学习是一个悔改之旅 到底又怎么说呢 其实从玉京牧师的分享当中我们会看到 跨文化宣教不只让我们有机会参与在上帝的宣教使命当中 也透过另外一种文化的视角 给我们一个崭新的机会来认识福音的不同面向 玉京哥你好 玉京哥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我现在在南非 德班市南方大概三四十公里的郊区 有一个城镇叫做Amazin Toti这个地方 OK它是在我们一般想到南非 想到的都是几个主要的大城市 约翰尼斯堡啊 那这个城市大概是位在就是对我们对南非比较没有概念的人 你会怎么去形容它在什么地方 德班市南非的第一大港在东方 所以它邻近的是印度洋 OK 对所以是我们等于是在海边这个地方 所以你在的这个城市是德班市还是德班的郊区 然后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 是我们德班这边是南非的第三大城市 是一个海港 然后我所在的是郊区 是在德班市南方大概三四十公里的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它的地形就是高高低低的 很少很难找到一个平地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所以它在它是海港 可是它又是高高低低的很多的山丘 对你很难找到平原像台湾这样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平原 OK 很特别的一个地方 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旅程 就是你在台湾长大 但是是什么样的原因把你带到南非这个城市 那你在这边又待了多久啊 是我想可能要从一开始我怎么样在教会长大 我觉得我的母会石白信友堂 带给我们这些年轻人 一个很大的宣教的影响 主要是我的母会 她在宣教当中有一些投入 我印象记得就是大概1994或1995的时候 我的母会石白信友堂第一次的宣教年会 然后那时候我还记得李秀全牧师就挑战我们 用约翰福音21章15节开始就讲到耶稣的问 跟彼得的问答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那那个时候在银行工作的我就被触动就被挑战到 我的想法是如果我可以在25年的银行工作 那么然后可以买一套房子 养老退休 哎呀 我最近大概很知足了 很满意了 那这是李秀全牧师那时候的挑战 让我有一个很深刻的 我应该要想一想我自己现在的处境 我爱上帝比这些更深吗 我想这是第一个影响 再来就是96年隔一年 我的母会石白信友堂就组织了南非短宣 那那个时候我们已故的朱长任牧师 带着我们这个有老有少 我们一起去南非的约翰尼斯堡 做一些华人的工作 那由段忠一牧师 现在段忠一牧师夫妇 他们都还在约翰尼斯堡从事华人的工作 那由他们来接待我们这个短宣 对 段牧师就带我们到处去在华人的聚集点去做见证 也开启了我一些宣教的视野 那那个时候我记得他带我们去参观一个孤儿院 那那孤儿院的宣教室就说 你看看我们这个地方多么小 他只能容纳大概六七十个 可是你看看外面还要有几十万的孤儿 是没有家可以去的 然后他就指着两个孩子说 你看看这两个 我们是在垃圾堆把他们捡回来的 我那时候就在想说 哇 这是什么样的心胸 什么样的动机 什么样的这个motivation 让这些宣教士愿意投身在这样一个宣教的环境里面 特别是段忠一牧师 跟我们见证 南非自从这个种族隔离解除之后 黑人执政之后 治安有多么的危险 几次他被拿枪指着头 等等这种很危险很惊险的这种画面 我就一直在问说 哇 这些宣教士是怎么回事 是什么样的这个热情 他们要放下相对西方比较舒适 或是台湾比较舒适的安全的环境 然后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奉献自己 我在祷告的时候 上帝就给我一个意念 就是没有什么 就是因为爱 就是在祷告这个过程当中 触动了我 就是回想到那一年 李秀全牧师的一个信息的角度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所以我从那一次的短宣之后 我就开始寻求 隔一年隔一年我就邀请我的女朋友 当然现在是嘉文师母 是是嘉文姐 我们就一起来到南非 然后就开始寻求说 我们要进入婚姻 我们希望我们的家可以有一个共同的意向 所以第二年1997年 我们再次回到南非来短宣 然后一起的寻求 同时那个时候开始 我们就等于我们两个人一起共同的寻求 一直到2001年 我们才正式的明白神的心意 然后离开职场 离开银行的工作 然后嘉文师母也离开软体工程师的工作 至于为什么会来到非洲 当然刚刚讲到就是南非短宣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敲门砖 那同时在神学院的期间 我也一直在关注着 一直在follow这些非洲的宣教的需要跟趋势 那我就一直注意到那几年 布永康牧师的大复兴 非洲的大复兴 那我直觉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这么多上千上万的人归信的主 是谁来训练他们做门徒 我就一直不断在问自己这样的一个问题 可能有很大批的全村落的 全族的归信的这样的一个 很振奋的人心的一个消息 我们当然激动 我们当然一起欢喜快乐 但是谁来做门训呢 这是我的第一个反应 接下来就是我们母会有拆拍一个宣教士 就叫谢力娟宣教士 他现在在SIM国际施工采会台湾担任主任的工作 他回来素质的时候也常常挑战 让我们看到非洲的需要 提到说信徒千里远 离命半尺深 这样的一个整个非洲的属灵的情况 也触动了我就是 是啊 那如何来做门训呢 如何来加深当地人生命的这个深度呢 然后我想另外一个就是在神学院期间 就是我读了一本书叫做下一个基督王国 这个作者叫做Philip Jenkins 他很有一个视野用数据 用一些趋势来做分析 预见到2050年 这个整个福音的这一个 或是基督的这一个国度 会从比较是北美的 或者是这个西方社会的 移向这个整个大南方 所谓大南方是指的是中南美洲 非洲 中国 印度等等 这样的一个环境 所以我就在想说 那如果这是下一个趋势 圣灵的浪潮 那我的心一直在非洲里面 我就在问上帝说 那么非洲准备好 要拆开宣教师了吗 特别是Philip Jenkins提到说 未来2050年 很可能拉丁美洲 非洲宣教师会被派到西方去 那我的问题 自己在疑问的 在心里面就是想到说 那非洲准备好了吗 那如果非洲要准备 那是不是需要很多动员的人 是不是需要很多工人的培训 那么可以鼓励他们一起参与 在这一个宣教的行列 所以这就是一个大概 我走到非洲来的一个影响 所以我那个时候觉得很特别 就是我当我跟SIM 国际施工差会在洽谈的时候 他们说 玉境你觉得你们 上帝怎么带领你们去到哪里 我们就给他们一个三个 我们的感动 一个就是非洲 然后讲英文的国家 然后是做黑人的工作 我们就是等于是open 我们没有特别的国家的概念 结果没想到 SIM国际施工差会他们在谈的时候 南非就竟然就 就就跑出来 变成是在第一个选项 然后最后带领我们 在2010年年底的时候 来到南非 这是大概整个一个情况 是 就有点像是你心中 大概对非洲是有负担的 特别你看到非洲 他在人口上面 大概会成为 未来全球 基督徒人口最多的地方 但是信主的人很多 但是如何 不只是好像一个conversion信主 而是disciple 能够被门训 甚至被拆遣 然后成为一个宣教的群体 所以你就对非洲负担 但是在整个申请的过程当中 也尊重拆遣的决定 你们把你们的想法丢出来 那拆遣刚好看到南非这边 有这样的需要 所以你们就被拆拍到南非 所以你们在南非 主要不是做华人的福音时工 主要是做当地人 所以我们主要的族群是诸鲁 所以我们到这个地方 也学了一些诸鲁语 是这样子 所以在这边主要沟通是诸鲁语 还是英语在南非 我们的心很好 我们想要学诸鲁语 但是当我到的时候 已经39岁了 我不能用这个做自己的借口 但是到目前为止 即便10年后 我跟教育师母的诸鲁语 还是在国小三年级 四年级的程度 但可以沟通了 是 就是生活绘画已经没有问题了 我想主要的 你刚刚提到语言的问题 主要的挑战在于就是 因为官方语言 就是共通的语言 虽然他们有保持部落的语言 但是共通的语言还是英文 OK 所以我除了在诸鲁书里面服饰 需要用诸鲁语以外 我在其他与印度人与白人等等 甚至一些比较正式的一些互动 都是需要用语言 所以在这个语言上面 我们就发现有很难语语熊掌兼得 然后我们再来就是有发现 就是已经受过教育的这些学生们 大学生们特别 那他们都可以用英文沟通 那就变也降低了我们继续在诸鲁语上面 继续成长的这样的一个 是 语言这样 语言语在南非 他大概是占总人口的多大的比例 他是主要的族群吗 还是他只是其中一个少数民族 语言语在南非大概五千五百万人口里面 占了百分之四 意思就是差不多是四分之一 这样一个人口 然后有一个另外第二大族叫做Tosa 那大概百分之十九 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两个族加起来 大概就是将近是一半的南非的人口 那这两个族他的语言 大概百分之九十是相同的 所以学会了Zulu 就可以跟Tosa的部落的人 也可以沟通 在南非这些族群之间的关系如何 是我当然知道就是在白人跟黑人之间 因为历史的原因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在黑人的不同的族群当中 他们的族群关系是和谐的吗 还是其实也是有张力的 就我比较浅薄的观察 其实是算比较和谐的 特别是Zulu跟Tosa 那我在这个Zulu的Township 我也还遇到很多Sutu 就是Le Sutu 赖索托 这个族 然后他们也有到 也是有在南非的 然后Swasi等等这些的族 比较小的族 他们都还分散在这些Zulu的Township里面 一方面是为了生活 一方面是因为嫁娶的关系 所以就我的观察 是相对比较融洽的 是是 我想对很多人来说 现在在世界地克地 很多的华人教会 都在推动跨文化宣教 那也开始有一些人 开始对特别很多年轻人 对跨文化宣教 是有负担有热情的 那你自己作为一个 已经走到走了十几年的路的 这个宣教士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的这个心路历程 包括你从预备想要去 到一到了南非之后 开始了你的宣教士的生活 以及落地几年之后 你在都鲁竹当中 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几年之后 你的一些反思 甚至后来你 我印象中你又去了 Witon College 不是去Witon 就又读了一个 跨文化宣教的学位 是什么样的原因 让你在宣教当中 你会想要继续的进修 其实这一路走来 我相信有个心路历程 你可以很简单的 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好 我想我先从这个 我们出发预备 然后到一直到了 这一个工厂 这样的一些互动 跟反思开始 就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没有对宣教工厂 有太多的想象 只是比较焦距在说 我们怎么样预备 可能会遇到的困难 可能会遇到的困难 那个时候的想象 是很浅薄的 但是是很重要的 一个就是语言的部分 怎么样加强 我们已经 你知道我们在台湾 所受的英文式的教育 比较是考试用的 那我自己又在语言 不是这么有的天赋 所以我们很努力的 预备自己的英文 然后想到的就是 孩子的教育 应该要怎么办 就是那些的 可能会 事先想到的一些挑战 做一些预备 孩子的 能不能进入 这个幻文化的环境 这样子 那其他的挑战 跟事情其实就是 到了工厂 慢慢就浮现 一个一个的浮现 那第一个 就是我们工厂的地点 我们知道去南非 但是南非的哪一个城市 在我们出发的时候 都还不知道 OK 我们曾经谈过 在南非的最北边 其中一个 Mussina 这个城市 然后等到我们要出发前的时候 这个工厂主任告诉我们 可能会是在 我们现在所在的省 Kwazirunatau的首都 然后呢 等我们落地 到约翰尼斯堡 做这个工厂训练的时候 他就说 我们要把你们挪到 另外一个地方 离我现在的位置 大概20分钟远 OK 然后等到我们完成了工厂训练之后 就说 我们又改变的地点 就是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 所以等于是改了四次 所以我那时候跟嘉文师母 就在讲说 哇 我们虽然不是亚伯拉罕 出发前还不知道去哪里 但是我们似乎也经历了 就是 我们将会落脚在哪个地方 都还没有定论的一个 一个信心的挑战 所以如果对新人 预备宣教的工 走上宣教工厂的年轻人 我想这样的一个信心 我觉得不是把我们做的决定 交给上帝 而是让上帝来做我们的决定 我想这是很必要的一个槽点 因为在宣教工厂 真的是千变万化 这个叫做什么 变化 计划赶不上变化 是 常常是这样子的 但另外的挑战就是 慢慢的浮现在工厂的时候 就是我们去到诸禄教会 发现全部都是铁皮屋 做成的一个聚会场地 然后我马上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 我的母会失败 信友团 可视在这一个 帷幕玻璃的这种办公大楼里面 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 一个铁皮屋的一个地方 来服侍你 那个落差感 心里马上就要调适了 然后再来就是跟 诸禄族的弟兄姐妹敬拜的时候 哇他们是又唱又跳 又唱又跳 然后他们的音响是 开到最大声 其实不需要音控 就是把所有的 推到最大 最大声就是了 然后那个时候就会发现 哇这个耳朵实在受不了 那个很大的这一些 外在的环境的改变 就去到心里面了 我还能够忍受多久 我是在忍受 还是在享受 这个就是马上 这个心里面的层面就会出来 还有一个我觉得最大挑战 就是自我认同的问题 还有人际关系 因为我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所有的关系都是从头来 特别是我以前在 以故朱牧师的带领下 和他一起侍奉 做传道 做牧师 那我们在台湾的服饰 就慢慢也看到一些成果 和一些 已经有一些成就感 当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要从头学起 像baby一样 学朱鲁语 那还要improve 加强我们的英文 我们来的时候 英文只是中等的程度 那所有东西都感觉 好像我不能 我不能 我没办法做什么事情 那那个当下 当我一下子就发现 我的身份认同 出现了危机 我到底是谁 我是因为我所做的事情 来定义 我是我 还是我 我是上帝眼中的我 那上帝眼中的我是什么样的我 那种身份的认同 特别是我走在书路township的时候 我常常被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 呃 你会功夫吗 因为你是长相华人的样子吗 他们看到一个华人 他们就会问说 你会不会功夫 这样子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你有没有工作可以让他做 OK 就是因为他会觉得 你可能是生意人 OK 那我就发现 我的身份 身份遇到一个危机 就是我到底是我 我为什么在这里 那我什么都不能做的情况下 那我应该怎么定义我 有一次我就 呃 被邻居呃 这个检举说 我的前院的杂草都没有处理 所以他们要要警告我 那我就觉得好挫折 怎么这个环境这么的 呃 不友善这样子 所以我就勉为其难 在那边除草 那我又不是一个gardening的一个一个习惯的人 也不会 呃 没有这个这个know how 所以我就很勉为其难在那边除杂草 然后就一边祷告 一边问上帝 上帝我到底在这边做什么 我在那边除杂草 这就是你给我的呼召吗 在那个问答的过程 上帝就给我一个意念 就是你看看耶稣 耶稣他来到这个世间 人世间他从头学起 他也跟你一样学亚兰语 学希伯来文 甚至学过希腊文 然后在这个犹太的文化社会里面 一点一滴的成长 谦卑的在这个文化里面学习 甚至在12岁的时候上到耶路撒冷圣殿 还坐在这个教室的里面 一边问一边学 哇 那要多么大的谦卑 呃 才有办法做到 所以我那时候想到耶稣所做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哇 那我现在只是 可能是千百万分之一的他的感受 是 所以我那时候就被说服 就是我需要被 我需要更多的谦卑在上帝的面前 嗯 是我的认同在于上帝的手中 所以 我我所做的事情 我过去我是谁 我的人际关系 都不能定义我是谁 而我现在需要开始认识 呃 全新的我 在南非德班的我 呀 所以那个挑战是很大的 呃 所以 呃 你就让我也想到我 呃 我其实我从小就认识你 但今天 呃 好像你带我走过你 呃 的一些历程 因为小时候我看你就是看一个大哥哥 然后我们有曾经有一年的时间 呃 一起服饰 那时候我是个大学生 然后你是 应该是神学生还是准备要去念神学了 你在带 青少年 还是还是那时候你已经毕业了 你已经在 我有点忘记 但是 呃 我们大概都是你带着我服饰 可是我好像从来没有从一个你的角度 从头到尾 从你蒙昭到到南非你所经历的 你刚才在分享的时候也让我想到 在我神学院刚毕业 然后在教会服饰那时候在美国的一间教会服饰的第一年 然后那一年我很努力的服饰 那我也很认真 那一年结束之后 我想说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年金传道人 应该要主动问主任牧师对我的啊 对我的一些期许啊 或者对我的一些评价啊 那我可以怎么改进 那我就去跟我的主任牧师 那时候的主任牧师是陈一豪牧师 就跟他约 然后我就说陈牧师我啊 请问我服饰了一年 你会给我什么建议吗 然后他就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 然后就跟我说放轻松 那我一开始以为他叫我放轻松 因为他后面讲的要让我啊 我的心脏需要很大颗 可是后来他 他就一直在笑 我就一直在等 然后后来他大概看出我在等 他就说教会我给你的建议就是放轻松 你太紧张了 你太求好心切了 然后他就分享到他说 如果你的价值是建立在你做了什么 你很会讲道 你很会做事工 你的团契成长 你的事工 别人觉得你做得很好 有一天你有没有想过你老了 你当你什么都不能的时候 当你连你当你的头脑已经不清楚 到脑都讲不来了时候 你还有价值吗 如果你的价值是建立在你手所做的事情上面 他说这个你这一生都会很焦虑 因为你害怕你失去你的价值 但是他就鼓励我说要先学习在上帝的恩典当中 做神的儿女 所以这跟你刚才的分享 其实我觉得是非常的一致 就是也提醒我的确我们每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 我们有一个很宝贵的身份 就是天父的儿女 那我们所做的一切是源自我们这个身份 而不是要用我们所做的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是 那郁金哥其实你在南非服侍了一段时间之后 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继续想要去 辉顿神学院进修 然后读书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就是因为 我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在跨文化宣教里面 遇到很大的这个心理危机 倒不是就是外在和当地的诸禄弟兄姐妹 有什么冲突 但是心里面一直有一个过不去的坎 很坦白的说 我跟姜文师母常常会在背后里面论断批评 为什么这个文化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他们聚会总是要迟到 为什么这个为什么那个 你知道就是因为有很多的疑问 当然我们华人还是比较内敛一点 不会做一些confrontation这个动作 但是我的心里一直遇到这样的危机 不能适应不能理解 所以那个东西会一直压在那里 所以但我觉得很干渴 在属灵上面也就遇到了一些的干渴 枯干的状况 所以我就 其实陆续我一直在寻找合适的这个学校可以去 那最后上帝带领我去到惠顿的 一个领域去研读 我觉得在这个研读的过程里面 让我学到很多名词是我从来没有想过 从来没有用这个角度去看过的 那这些东西开了我一些视野 就是说很多的文化是没有对跟错的问题 除非它是非常邪恶的 Against God的那些东西 用最当地人最能够理解的方式传福音的时候 那就是一种处境化 但是如果我一直带着愤怒 带着一个不能理解 带着一个不适应的状态 传福音可能效果很受限 甚至很可能我会不自觉地就在批判他们的文化 所以我在跨文化研究的这个课程里面 学到比如说独立性跟群体性的不同 一个社会很独立性 它讲求一个人的这个成就 讲求一个人对自己的负责任 讲求一个人的自己要有很主张 但是群体性的社会 可能他讲求就是一个群体的一个决定 为最高的决定 那个人的意见呢 不是那么的重要 这是一种 另外一个就是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 就是monochronic跟polychronic 就是对于一个时间里面 有的人认为时间是日用品 是time is money 对 可是另外一个群体 polychronic的群体可能觉得 relationship is more than time 就是关系比时间还要重要 所以我会迟到 不是因为我 我轻看 我会迟到不是我 不想要参加这个聚会 我会迟到是因为 我要做好我的准备 把我最好的状态 然后来到参加这个聚会 或者跟meeting这样子 所以我透过这一些的练习跟学习 我发现在那一年的练习 学习里面 我觉得好像上帝帮我重新做宣教师一样 这个课程 他帮助我去用不同的眼光 去看文化的不同 甚至我跟教文师母说 我觉得上帝好像这一年在带领我悔改 悔改什么呢 悔改我对文化的不同很快的做批判 我对文化的不同很快的做论断 在我还没有理解之前 所以这个课程帮助我很多理解的工具 理解的角度 跟理解的一个眼光 我觉得很像华福最近常在谈的换位思考 如果我是他们的话 我活在这个环境里面 那么我可能会怎么样的来回应这些议题跟生活 我觉得对我非常很大的帮助 所以你是在宣教工厂几年之后 你意识到你对当地文化的这种不满 然后又是花了多久的时间 你决定到这个Witon去读书 这是一个很短的时间 还是其实是有大概几年甚至十年的时间 有很蛮长的时间 其实我大概2010年年底到了南非 那么陆陆续续这些的接触 就是那个张力就一直在增加 在几个月的蜜月起之后 因为前几个月的蜜月起 哇好棒 好热情 感谢上帝总算在这么多年的时间的准备 来到了这个宣教工厂 那之后慢慢的发现 有一些的文化上面的冲突 做事的不同 比如说主日崇拜 比如说我们十点是主日崇拜 那我的习惯至少会半个小时前 这个抵达这个教会 那我发现我们九点半到的时候 我们全家家文师母跟两个孩子到的时候 没有半个人在教会 等到十点的时候才发现 有一个音响同工 他正在架设音响 那是十点的时候 然后十点半慢慢续续 陆陆续续 人已经到齐了 然后牧师呢 十一点才到 才到教会 十一点 但是主日崇拜是十点时候开始的 这样子 所以你会发现 那个当下的冲突就是 在我的训练 在我生活成长的这一个文化里面 告诉我 准时甚至提前抵达 它是中心的问题 是 是 faithfulness的问题 但是在这个处境里面 好像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会知道那一个冲突就在那个时候发生 我大概2014年2015年 我就陆陆续续在找寻一些合适的学校去读 那最后上帝带领我到这个美国 回程去就读 所以等于跨文化的训练 帮助你 能够去理解他们的文化 但是 我觉得人很多时候 我们理解是一回事 但是打从心里面的接纳 又是另外一回事 你觉得对你来讲 是你理解了之后 你立刻就可以 悔改接纳 还是这当中 又有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呢 对 佳环你提到 这个是一个处境化的路径 那我觉得这边可以提到 就是这个是很棒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都有心想要处境化 那我觉得第一步就是要进入文化 进入文化就是在他们中间 我发现如果没有进入他们的文化 那我们会是从一个一定的距离在观察 那这样会有误察的 所以进入文化就是在他们中间 这是第一步 然后第二步才能够做观察 而且是贴近近距离的观察 那这样的观察才会准确 而且比较能够知道他们的一个实际的状况 那第三步就是理解文化 理解的过程就需要ask questions 就要问一些好的问题 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 他们晚到是因为他们不在乎上帝吗 我们从我们的角度就说 耶稣不是说两三个人在聚集的时候 他就在中间了吗 我们家还有音响同工已经到了 那耶稣已经也到了 那牧师为什么一个小时后才到了 那不是耶稣比你们早到吗 类似这样子的冲突 但是我们还是要继续理解 就是他们对时间的观念是什么 然后做一些理解 然后问问题 然后才有办法 变成慢慢的成为他们一份子 第四步就是成为他们文化的一份子 所以大概有四个部分 就是进入观察理解 然后才有办法成为这个文化的一份子 所以我可以告诉你说 如果今天有祷告会 如果有教会有聚会 我跟教会师母都是半个小时之后才会到 OK 所以你们已经进入成为文化的一份子 对对 那如果我把这一个文化搬回去台湾的时候 那很可能我的朋友们就说 郁静你真的很不忠心 作为一个牧师还半小时后才到 你可能待不久 对对对 所以我发现这整个处境化的过程 是有一些步骤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回到一个 就是进入文化 是个第一步 就是我觉得也是最基本 最有效 千古不变的原则 就是耶稣的道成肉身 是 道成肉身就是在他们中间 进入文化的第一步骤 所以 而我们刚刚也都提到 就是其实为了要道成肉身 为了要处境化 为了要做旷文化侍奉 我觉得谦卑就是第一要素 我常常听到有一些比较老一辈的 诸禄的牧师 他们会对我说就是 你们这些宣教士 你们以为你们是谁 就是我们很有热情说 预备了那么久 上帝总算带领我来去做宣教了 来到宣教工厂 我想要教他们这个 我想要改变他们这个 我想要帮助他们这个 然后我发现我的这个 旷文化的一个过程里面 上帝教导我 透过和这些当地的牧师也好 弟兄姐妹也好的互动 上帝教我说 只有他们当地的弟兄姐妹 接受我这个人 他们才有办法接受我传的福音 所以就让我回想到 我那个时候在新加坡 接受ACTI 亚洲宣教士的训练学院 有一个宣教士老师 就问我们一个问题 就说宣教士要到了工厂之后 多久才能够开始教导 那么每个人都回答的 这个有板有眼的 越快越好啊 等到我们学好语言 我们一下飞机 甚至都可以上工 开研讨会 开workshop等等 这个宣教士老师就说 没有 你们不能那么快的开始教导 你们什么时候可以教导呢 直到当地人接纳你之后 你才可以开始教导 他就提到说 这不是能力的问题 这是affectiveness的问题 那不是ability的问题 不是你不行 当然你可能在语言方面 也许可能不太行 但是重要的是 有没有影响力 我们可以教得很好 可是却教得没有影响力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人的问题 所以我在这个跨文化的 侍奉的体验 我觉得上帝改变我这个人 过于我能够做什么事情 更重要 是 我觉得这好宝贵 因为当想到耶稣 差遣门徒的时候 其实从现代人的角度 我们特别是站在一个 好像西方的视角 我们觉得去宣教 就是要去帮助当地的人 所以我们在读耶稣 对门徒的差遣 我们很不理解 叫门徒什么都不带 然后去到一个城镇 要被接待 好像蛮逊的 我们去到一个城镇 不是应该要救济吗 不是应该要给予吗 可是门徒是要学习 先被接待 成为脆弱 而当他们被接待之后 他们在分享 这天国的福音 那所以我觉得 刚刚从你的分享当中 我就想到耶稣 对门徒的这些教导 其实也帮助我们 重新思考 不只是在 跨文化宣教当中 也包括教会在参与 在社会关怀里面 我们的态度 我们到底是带着一个 我有你们没有 我来给你们的态度 还是在一个 彼此接待当中 看到你跟我都没有 只有上帝有 但是我们透过 彼此的接待 以至于我们可以 把福音的好消息 分享出去 那其实过去这一年 南非的疫情 也非常的严重 那郁金哥 我们都是在 同个教会 成长的 然后 所以我们 在台湾也常收到 你们家的信息 也知道 其实陆续 你也 你跟嘉文师母 是不是你们都 都有 被感染到COVID 你可不可以 分享一下过去这一年 我想在 我们自己熟悉的环境 遇到疫情 我们可能都很紧张了 甚至 生病的时候 我们都 会觉得有无助感 或者是有种恐惧感 因为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但是在一个异地 又是在一个 疫情 其实也蛮严重的国家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 你们过去这一年的 心路历程 跟一些体会 其实是只有嘉文师母 然后 OK 我没有 然后 你没有 OK 我搞错了 然后我儿子 所以儿子有 OK 对 然后我跟女儿 就反而两个都没有 OK OK 对 那重点还是在于 就是我们 在 蓝意之前 或之后 我们的一些学习 那在 嘉文师母 蓝意之前 就是 我们 还是按照的 就是政府规定的 不管是第一级 第二级 第三级 甚至完全的封锁的 第五级 应该怎么做 我们就怎么做 那 至于 我记得在 去年的12月底 因为那个时候是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是第二级的封锁 是允许 就是 亲戚朋友之间的探访 但是还是不能允许 这个聚集超过五十人以上 OK 所以 那我们就想到说 12月 这个圣诞节就快到了 我们应当 去做一些探访 然后带一些 护肌品 给一些需要的 这种姐妹 那这是我们 最能够理解当下 最有可能 是嘉文师母 蓝意的一个机会 那我就会觉得 就是我们也不能因为 一定会蓝意 会有很高的几率 会蓝意 所以我们就完全不去探访 是 我们做好 我们应当的防务措施 然后结果交给上 是 那在 1月 今年的1月2号 嘉文师母去 这个 做检测的时候 就确定 他是阳性 那 所以他 在那段时间 大概有 一个礼拜 到10天 将近两个礼拜的时间 就是 非常的软弱 然后有几度的 这个呼吸 不过来 但是 就是 但是状况都是 还是可以 这个 这个 怎么说 manageable的一个状态 那就是不断地在 补充 维他命D 等等一些的 补给品 那 在那个过程当中 其实 我们是有点担心的 虽然我们 嘴巴不说 但是 我们心里是很担心的 但是 我们还是觉得 有价值 如果是 因为去探访 因为去协助 有需要的人 那 我觉得 这个 就只能交给神 我们就在 祷告当中 提出更多的 这一些的 协助 特别是 教文师母 他等于是 帮助这个家 忙东忙西 进进出出的 那是他这个时候 就好好的休息 那 我这个 我这个做丈夫的 还有 还有 力言 做儿女的 我们就好好的来 服侍妈妈 那 在这个 以外 甚至整个 疫情的期间 我们 也一直在 思考整个 就是 大概福音 应该要怎么走下去 在这个 这个 疫情的 这个情况下 那 我刚刚提到 前面提到 就是 好像我们就 整个事工 都停下来的 然后 如果没有事工 我好像自我认同 又有危机 那 我到底应该 要怎么样 去看待 这整个事情 那 我在祷告的时候 上帝 也给我一个 意念 就是 说 其实 事工 不是 可以看得见的聚会 事工不是 教会的建筑物 事工是 每一个 又一个的 属灵的生命 所以我就发现 那我可以 一对一 或是一对三 这种非常小群的 这样的一个关怀 甚至探访 然后去做 一些鼓励 一起祷告的 一个工作 那 就是变成 由大化小 然后 把所有的事情 全部都变成 一丁一点的 这样的来看待 那我就发现 这样子就有路 如果我们 要坚持 在以前 这种 很多人 这样才有 这种 feel 才有这种 感觉 才有这种 团契 当然团契 聚集 也是很重要的 圣经的 一个 实践 但是在这个 这么严峻的 情况下 上帝让我看到 就是人的生命 才是事工 那其他的 这些东西 都是在协助 这些事工的 建立 协助 这人的生命 的建立 所以我同时 有用这样的 一个观念 去鼓励 一个 诸禄的 一个 牧师 他就说 预计牧师 我在这个 地方已经 一年半两年了 I don't see anything is moving 我没有看到 任何东西 在进行 我就说 我就跟他分享 刚刚我讲的 这一段 我就说 你把每一个人的 生命都看成 是上帝交托 给你的服饰 那么你就看到 something is moving 所以他就开始 这样子 你知道吗 在COVID-19 这种期间 很多教会 非常的 紧迫 甚至有的 教会就关起来了 就没办法 运作下去 可是这个牧师 他就开拓了 一个教会 在这个情况下 反而他还开拓了 一个教会 因为他就聚集一些 年轻人 在他的家门口 都进入家里面 但是家门口 都尽量用下午的时间 不会很冷 也不会很热的时候 在大树下 他们就祷告 他们就唱诗歌 我觉得这也是 很好的见证 就是我们华人常常说的 山不转 路转 是 我觉得也是 基督徒的一个 叫做怎么说 perseverance 是 我觉得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挑战 对我们基督徒来说 是 谢谢余权哥的分享 我想最后 现在也越来越多的 华人的年轻人 对跨文化宣教 可能是有一些负担的 可能他们还没有真的 踏入到工厂 参加过一些短宣 可能也在参加各式各样的训练 你自己走过这个过程 从有负担到踏上工厂 到现在在工厂已经超过十年了 你会对这一群 对跨文化宣教有负担的弟兄姐妹 但是还没有出发的 你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的吗 我会想用非常老生长谈 但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句话 就是我也是听早期宣教师 这么鼓励我们的 就是飘洋过海 不能使人成为一个宣教师 除非你在本地 你就是一个宣教师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 到目前为止对我来讲 都还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因为我们会专注在 未来上帝要带领我去的地方 而忘记了现在 我应该要做各式各样的准备 包括我自己的属灵生命 都是应该要准备的项目之一 是 谢谢玉京哥 今天带我们走过你自己的宣教旅程 不只是前面的预备 也包括在过程当中 你很真实的分享你的挣扎 你看到需要悔改的地方 我觉得对我们都是一个 很深很深的提醒 你愿意把这一面跟我们分享 也包括在疫情当中 你跟太太 嘉文师母 孩子一起经历的 非常高兴 再次谢谢你今天的分享 谢谢佳华 谢谢你们 谢谢庄裕 静盈牧师的分享 下周呢 我们则要访谈 曾经在香港一周刊 做狗仔队的春里 它不只是一个狗仔队 它当时是顶尖的 它如何从狗仔业界的顶尖高手 转而在十几年前 投身网路媒体宣教事工和青年事工 并成为华人网路媒体宣教的先锋 下周我们一起来听听它的故事 以及它从当中 对于下一代青年事工的一些洞见 我们下周见